大家平安,欢迎继续跟我们一同来阅读圣经 我们今天来阅读马太福音的第九章 我想把那个焦点放在最后一个段落 第35到38节 从这个段落当中 我们来思想一下耶稣的全人 因为在这段经文里面就综合了 表达主耶稣他怎么样的关心人 他的侍奉 我们就从耶稣的全人来做一个短短的领袖 那么盼望我们的生命也能够效法像主耶稣基督一样 首先我们看到什么 我们看到耶稣的脚 圣经说他就走遍各层各乡 耶稣他走遍不同的地方 上帝呼召他的 上帝要他去的地方 他就走遍 耶稣在世上侍奉的日子 其实并不长 三年半左右 但是他走遍 他那个时候能够去的 在巴勒斯坦地 从加利利来到耶路撒冷 来到其他的地方 向着他所能够接触到的人 当然大部分是犹太人 但也有少许的一些外邦人 在群体里面 主耶稣也向他们来传福音 包括撒玛利亚 在约翰福音 我们看到他向撒玛利亚的妇人来传道 其实第九章的结尾 这个段落是出现在结尾 我们如果回头看看第九章 我们也看到主耶稣是走遍这些的地方 那主耶稣走遍这些地方 他做些什么呢 我们就看到第一个是耶稣的脚 第二个 我们看到耶稣的手 主耶稣 他就服侍这些的人 他所见到的人 在经文当中讲到 耶稣医治各样的病症 他用他的手触摸这些的病人 如果我们回头看看第九章 一整章的第九章 其实都在讲到耶稣的工作 他的脚走遍全地 那么他手在做什么 第九章的第一个段落 讲他医好一个的贪子 他医病 医好他 然后我们再看到 主耶稣 他就医好这一个管会堂的 他的女儿 我们也看到他医好另外一个 就是这个血漏不止的这个的病人 这个女人 还有呢 在第27节讲到他医好两个的瞎眼的人 第32节那边讲到 他医好一个被鬼扶着 以致他不能够说话的人 我们看到这是主耶稣 他的脚走遍全地 他的手服侍医治人 那么他的眼睛看见什么呢 什么导致耶稣能够伸手医治人 因为耶稣的眼睛在看人的需要 经文告诉我们说 他看见一大群的人 然后怜悯他们 因为他们困苦无助 如同羊 没有牧人一般 耶稣的眼睛是看到有需要的人 有些时候我们讲说做生意的人 去到什么地方 我们对他们的眼睛都看到商机 看到有没有机会赚钱 有没有机会做这一门的生意 人的对这个product的反应是怎么样 这个是生意人的敏感 那么一个传道人 一个像主耶稣一样 四处传道的人 那么耶稣的眼睛是看到人的需要 他敏感于这是福音的机会 这是人的需要 因为人需要耶稣 人需要上帝 主耶稣就服侍他们 耶稣的脚走遍全地 耶稣的手服侍病人 耶稣的眼睛看到人的需要 然后我们看见耶稣的心 看在网友其实已经提了 当耶稣看见的时候 他的心就充满怜悯 在第36节 他看见一大群人就怜悯他们 弟兄姐妹什么是怜悯呢 怜悯就是被别人的需要 来推动 Move by the needs of the others 被人的需要来感动 被人的需要来推动 这是主耶稣 祂是一个充满怜悯的神 在希腊世界的神观 希腊的神明里头 神是不会被推动的 神是推动人的 那如果人能够推动神 那么人就是神的神了 这是希腊的神明观 因此希腊的神是有权柄 他能够推动人 但是人不能够推动他 但弟兄姐妹 这不是希伯来人信仰 这不是圣经的信仰 这不是我们的信仰 我们所信仰的上帝 是被人的需要打动的 从旧约圣经 我们看到 天父上帝听见 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 听见他们的呼唤 呼唤的祷告 就怜悯他们 在新约 主耶稣看到人的需要 就怜悯 就伸手一致 就关心他们 有好几次的记载 让我们看到 耶稣虽然很疲惫 但是看到人的需要 看到他们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 他就怜悯他们 对吗 姐妹 耶稣的脚走遍上帝要他去的地方 耶稣的手服侍 耶稣的眼睛看到人的需要 耶稣的心怜悯 耶稣的嘴巴呢 耶稣的嘴传讲天国的好消息 在第36节我们看到 他说 35节 他走遍了各城各乡 就在会堂里教导人 宣讲天国的福音 耶稣宣讲把握机会 看到人有需要 把福音 把天国的好消息 跟人来分享 对不起没 我们的嘴唇要去见证 也要去宣讲福音 好像主耶稣一样 那么最后我们看到 耶稣的祷告 祂的祷告说什么 你们要求庄家的主 差遣人 去收祂的庄家 庄家很多 做工的人少 要收的庄家多 做工的人少 要差遣庄家的主 差遣人 求庄家的主差遣人 去收个庄家 这一个收割庄家的人 好像耶稣一样 弟姐妹 我们成为耶稣的门徒 但愿我们也能够效法 主耶稣的生命 我们的脚要去哪里呢 但愿我们去 神要我们去的地方 我们的手要做什么呢 但愿我们服侍上帝 服侍人 我们的眼要看什么 不单单看看 有没有赚钱的机会 我们更要看到 人的需要 我们的心要怎么样呢 被人的需要 来感动 心动 就要有行动 对吗 心要先动 行动就会跟着来 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的嘴巴要做什么 要宣讲 耶稣的好消息 天国的福音 我们的祷告 是祷告 求神 差遣人 差遣那些人 好像耶稣一样的 去收割庄稼 那么谁要好像耶稣一样呢 你跟我 我们说我们是耶稣的门徒 我们就要好像主耶稣一样 愿神使用我们 为祂收割更多的庄稼 我们同行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愿意效法主耶稣 求祢来使用我们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